大家好,我是楚玉茶道 今天高古玉碧鉴赏来到了第三集 也就是最后一期 那前两期呢 主要介绍了以古文为基础 进行西周春秋战国的文师对比 相信大家呢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收获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汉代 看看汉代的玉碧古文的特征 首先我们通体的观察 西汉玉碧的这些古文 它和战国晚期基本一致 很难区分 比如地字平整 古文排列较为整齐舒朗 但是呢 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西汉的玉碧 全部为古文了 除了没有卧残文卷云文以外呢 也没有战国晚期的脱长反向卷为古文 并不是零星出现啊 是完全消失 没有了 也就是说任何形变的古文也没有了 这是区别于战国玉碧最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我们在看到一件 盲古文玉碧时 只要出现反向卷为古文 偏战国晚期 如果是完全古文状态 偏西汉 那讲到这里啊 很多朋友也许会问 这是不是有些教条啊 单凭一两个文士就能判断年代吗 我们别着急啊 咱们看第二点 大家知道 汉代玉器啊 有两个出道及巅峰的治愈工艺 汉八刀和游丝毛雕 那八刀的犀利和游丝毛雕的这种流畅 都说明了汉代托克工具的先进 那它先进在哪里呢 最主要的就是工具的硬度高 耐磨细数吧 所以呢 有这两个基础的物理属性之后啊 最终啊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托克速度大幅提高 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继续的深度思辨啊 速度提高以后 那力的一端 是能够托出更复杂的文师造型 那B的一端呢 是对于阴线线条的把握不够精确 当然这种把握的不够精确 并不是古人治愈代码 或者技术退步了 恰恰相反 它是工具进步的表现之一 因为它更快速了 所以啊 我们今天的朋友 把这种不够精确的这种工艺呢 称之为洒脱 这个词汇啊 也展示了我们金人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 不是对古人工艺的景仰 又定义了画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 那么最后呢 大家再体会一下啊 汉代的古文是不是线条更加的犀利 转坨 接坨痕迹更为明显 那么我们看 战古晚期的这个阴线 它是不是还有一种收的状态 而西汉的阴线呢 明显速度更快 更洒脱了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高古玉璧的三级联合所有的内容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细致末节未能展开 深终名利 重点说明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为细致的技术分析 那么也欢迎大家呀 能够留言 我一定会择时 跟大家再次分享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的欣赏 我们下期再见